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对 你告诉我 我敢 没有 你很好 是我自己的问题 花花 先喝口水吧 谢谢晓晓姐 芝菲 你想知道花花为什么突然离开 或许我可以给你一个参考答案 是什么 花花 周志然是不是找过你 你是什么意思啊 花花 你老实说 这次你离开 是不是周志然劝你了 不是 是我自己决定的 我离开 对每一个人都好 花花 花花 事到如今 你不能再对我们有任何隐瞒 不然你和芝菲的事情 完全没有办法解决 嗯 嗯 前段时间 我才知道 晓然 她 她一直喜欢我 那天 她约我见面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喜欢上你了 我知道你跟哥哥在一起了 我 我会把你喜欢藏得好好的 不会打扰到你嘛 后来我就想 如果智菲知道了小燃对我的感情 一定会很自责 觉得对不起小燃 我也不想看到小燃 为了逃避这段感情而受苦 所以 我就想 是不是只有我消失 一切 就能变回我出现之前的样子 花花 你是不是误解了小燃的意思 不是花花误解小燃 是你从头到尾都不了解你这个弟弟 我们两兄弟从小相依为命 他生活的每一次兵 得过的每一次桥 交过的每一个朋友我都知道 我怎么不了解他 那你知道从初中到大学 他擅自帮你敲回了多少情书吗 我知道啊 他就怕我早量影响学习 初中高中也就算了 大学也算早恋吗 小燃从小就喜欢偷翻你的书包 看看有没有其他女生 递给你的情书或送你的礼物 长大了以后 不管你参加任何的宴会 他都要参加 因为他怕有人靠近你 你身边所有的朋友 他都有联系方式 因为他可以透过他们 随时监控着你 他提防你身边方圆 五米以内的任何男女 包括我 他觉得我们两个不可能 所以才对我解除了警备 他这是孩子气的表现 他是关心我 那花花呢 在花花出现之前 你可以说小燃是孩子气 但是她都已经大学快毕业了 总该长大了吧 花花是你昭告天下的女友 她却想尽方法 要把她赶走 我还是不太相信 她会做出这种事情 小小快下来啊 去吃饭 我现在有点事 你先上来吧 周执斐 你非要听到小燃亲口承认 你才相信吗 我有个方法 周执斐果然没有回来 喂 喂小燃 周执斐要向花花求婚 什么